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访美之旅 美国时间17号到华府 首站就拜会美金中华会馆 会馆主席吴奕文特别祝福侯友宜能够高票当选 而侯友宜除了拼外交之外 也关注国内专案进口弹的争议 直拼民进党不讲清楚 就唤他好好查清楚 防务华府第一站就来到美金中华会馆拜会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受到侨胞热烈欢迎 美金中华会馆主席还特别祝福侯友宜 侯友宜在华府下榻的饭店 还特别挂起中华民国美国国旗 而拼外交也关注国内 侯友宜把炮口对准民进党 直批专案进口鸡蛋争议 民进党不讲清楚就唤他好好查清楚 传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可能恶度访美 侯友宜表示目前毫无了解 无法评论 至于两人是否可能会在十月谈蓝白河 侯友宜表示会团结所有力量胜选 侯友宜在美国时间18号将会到 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说 预计会针对国防还有两岸议题来发表 三D战略分别是恶阻对话 还有降低紧张与风险要让台湾扮演和平促进者 以上是记者欧永蒋 蒋龙翔在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 今次期vi Annamn 请不吝点赞 认语 стран 帮我